实拍林肯全新AVADER 启用全新设计研 纽约车展历来规模不大 今天同样如此 但你会发现选择在这里首发亮相的重要车型变得越来越多了 北美自然是他们的主要阵地 但是在这些首发车型当中 又中国市场敲手一叹 林肯推出了全新的AVADER车型 这款车计划在明年上市 近代几乎有点远了 但它很有可能成为国内合资生产的 第一辆中大型高端品牌SUV 尽管不常被提及 但在林肯的车系历史上 AVADER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名字 在AVADER上面 形面和线条发生了更多关系 传统意义上形面和线条 各自代表着独立的阵营在特定的时代里 线条决定了一切 但奔驰却让形面与豪华化出了等号 于是线条便只好去扛起了工艺的大旗 AVADER的线条运用的并没有去追求过大的角度 而是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对形面的刻画上 与常见的追求膨胀和肌肉感的形面不同 AVADER车侧做了S形的面 线条与S形面所组合带更加强烈的光影效果 随着光照角度的变化 车身表面会呈现出连一番的视觉效果 再来看几个细节 轮毂的尺寸比造型更为重要 车身尺寸越大 比例对视觉的影响就越重要 车身把手是电动的 在把手内部只有一个按钮 所以无需外拉 所以工程设计变得容易很多 只需要把歇斯放在造型设计上就行了